中心的興趣 現在全球279萬公園 終於就佔了100多萬公園 全球234個公園 現在我們公園的公園是214萬公園 而且他納到了214個公園發展的覆蓋 微卡币它要说的是让这个微卡币它成为全球的第三方数字货币 成为整个全球一体化的互联网金融的支付系统 所以如果它要成为这个的话 第一个它的额量就必须要大 那微卡币它的发现量大 第一个发现量大一个多少钱 它会让七十亿人每个人至少都会 每个人至少它会用四级美的这个微卡币 现在微卡币它也是全球唯一一块通过了第三方升级公司升级 它升级别是打载的 很多的东西吃在那些它都在打造这些东西 现在的话包括说它工年里的压制总裁 压房的美中裁 他们都加入这个微卡币公司 开始这个推广这个微卡币嘛 然后再一个就是包括说 就是美国钱工工费力盾 它被工业来专门有个就是 网络技术科技服务的一个人 是一千多的路门级的公司 是一千多的路门级的公司 就是给其他人进入这个平台 平台一个了解的机会 是说这个平台这个级别是不能教育的 你现在转了很多 那是一千多万了两百多万了 两百多万是可以变现金吗 它不是它是这样子的 因为现在我跟你说的是 微卡币公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品牌 美国它才投资40多万 挖个一只只比就价值两百多万了 如果它突然就把两百多万拿去做外来 所有人都这样做这个行为 那后面就忘了 你敢投资这个东西心态上平衡 因为它本来一个投资的话 而且你现在选择了这种定存 它肯定就是一个仓劫行为 而且真的只有仓劫才能捐大钱 两年不捐成吗 孙子一投资 你爸爸好多年 但是一投资 他一减小他就是时间是不是 而且你有一个账户是可以每天教育的吗 那个120多的一天可以 哪个就教育 我那是你教育完生活费是有座落的 我小记上生活费我不搞了 你是表现你所谓投资来说 我要钱你要投资就长钱投资 要去短期投资 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央的维卡币还是非常重视 因为有不那么大的数据量是不是 它很重视的 这个是一点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今年11月1号的时候 维卡币的市值已经超越了比特币 成为全球数字货币排名第一了 你看原来百度上已经是负面上市 现在百度都改口了 你是维卡币吗 百度都已经都改口了 而且公司这边肯定也会有大动作 现在全球的国大网络媒体 全部都在报道维卡币这个事情 维卡币一卡一笔一世界为全球 为全球提供统一数字货币 它已经有大动作了 还是所以哪个车也出来了 以后你现在不错 以后你不觉得咋又错 我也是 一哈这么多数字我都消耗不了 不 你只想要他要真字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 你这个数字 他这个趋势上的发展趋势性 你不要去管数字 你要记得你看个方向就对了 你们回去两个半个小时 我就不需要你去了解他 你也不说这个东西 你要去过手 两个半个小时你就偷了 两个半个小时 两个半个小时你过小时 有个小时 郭姓女子介绍了维卡币的动态和静态 两条线 在我们拍摄的2016年11月下旬的当时 城外所做的是静态 即维卡币投资者单纯通过交易兑换到的维卡币获利 维卡币的动态就是典型的传销模式 那么本案涉案人员以非法占也为目的 虚构事实骗取不特定多数投资者钱财的行为 不但侵犯了陈海和其他受害人的财产所有权 也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 按郭姓女子掩饰的发展人数 因受骗人数广泛 已经涉嫌刑法192条规定的极致诈骗罪 若其所言系吹嘘夸大 受骗人数广泛性条件不如 也涉嫌刑法266条规定的诈骗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